通常我们在健身之后 却想要泡个三温暖 但是美国南部最近实在太热了 德州就有健身房改成了泡冰块 让顾客透心凉 天气热得受不了 真想躲进冰箱里 德州这家健身房 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业者在这个宛如浴缸的冰桶中 放满碎冰 躺进去立刻透心凉 德州最近连续飙高温 许多人躲在室内不想出门 上家与住户冷气用电量创下高峰 为了鼓励民众多运动 这家健身房想出消暑妙招 推出冰玉 为游泳细水增添更多乐趣 镜头转到美墨边界 滞留在墨西哥城市 辛拉雷多的中南美洲移民 同样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头昏眼花 他们不敢奢望有冷气可吹 只求有片布棚可以遮阳就好 一名抱怨提供给他们的资源 一天比一天少 而未来他们前进美国的梦想 将会越来越难实现 因为纽约市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 当地收容空间有限 未来将限制寻求庇护的成年人 只能待60天 纽约市府还将派人到边界发传单 呼吁移民在美国落脚时 请选择其他城市也到纽约来 公司新闻在会面变异 公司新闻在会面变异